你见过速度最快的鱼有多快呢? 时速130公里的鱼是否又真的存在呢? 今天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 10种游动速度最快的鱼 特别是最后一种 速度已经超过了猎豹 堪称海中的瞬间移动 第10名 北缩鱼 游动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64公里 北缩鱼为暖水性中小型海洋鱼类 平均体长在25至30厘米 最大可以长到90厘米 它们体呈缩形 侧扁 腹部圆 一般生活在潜水区 有时可以适应咸淡水区域 第9名 大青砂 游动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69公里 大青砂为暖水性的上中层鱼类 游游敏捷 性情凶猛 生活在热带或温带大洋中 一般情况下其行动较为迟款 但在必要时能以极快的速度前行 它们平均体长可达2至4米 属于卵生动物 并且大青砂食物较为杂乱 有时会以腐肉为食 第8名 蓝骑金枪鱼 游动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69.2公里 大西洋蓝骑金枪鱼 是金枪鱼族中体型最大的品种 体长可达3至4米 体重约为400公斤 曾有人在加拿大新斯科社省 捕获一只体重为679公斤的个体 这么大的重量极为少见 它们一生要不断地游动 靠着水流的冲击来获得水中氧气 因此体内的肌肉非常发达 所以肉质细腻鲜嫩 而且还有着刺身界劳斯莱斯的称号 价格更是高的离谱 但由于生长较为缓慢 加上人们的过度捕捞 蓝骑金枪鱼的数量已经大大减少 第7名 灰青砂 游动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72公里 它们性情凶猛 卵胎生 胎儿在子宫内有同种相残的习性 并且幼崽出生的身长就有半米以上 它们善游泳 是目前鲨鱼中游速最快的一种 并且它们能跳出离水面数米的高度 灰青砂还有一个能使体温高于周围水温的热交换循环系统 从而维持高度的活跃性 第6名 黄骑金枪鱼 游动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76公里 它也是金枪鱼下的一个品种 其身长可以长到2至3米 体重在200公斤左右 一般生活在热带及温带水域中 它的主要棋系活动范围通常在1米到100米水深中 最深可达250米 其深度也取决于季节和海平面的不同区域 快速游动时 它们可以通过把棋 折叠在特殊的凹槽里来简化身体 而且它们的繁殖速度非常强 每次产卵数量可达300至800万枚 第5名 沙士刺坝 它们游动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78公里 而且它们的最大身长可以长到2米 体重可以达到40公斤以上 但是它们刚孵化出的幼鱼体长只有2.5毫米 它们的嘴部呈鸟绘状 主要以其他小型鱼类和乌贼为食 第4名 条纹四七七鱼 游动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80公里 条纹四七七鱼是一种体长3至4米的大型鱼类 体重更是达到了200公斤以上 俗称为黄旗鱼 和大部分的旗鱼一样 稳部极为尖锐且修长 背旗前端呈现翻状 高耸在背后 并且全身带有数条白色条纹 并且臀部长有两个旗 所以才得名为条纹四七七鱼 因为条纹四七七鱼的体型非常大 且带有攻击性的健壮稳步 所以渔民在捕捞时都会格外注意 一般来说 渔民都会在拉上它的最后一刻将其捶晕 否则它们会在被拉扯的过程中 直接撞向船体 长纹可能会将船体刺穿 或者损坏 极为危险 第三名 箭鱼 箭鱼又名箭鱼 它的游泳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96公里 箭鱼拥有典型的流线型身体 体表光滑 上额肠而肩 背部的其叫小 嘴叫扁平 而且它们的身体也比较大 平均体长可以长到两米以上 体重达到了110公斤 又长又尖的嘴 就占据了身长的三分之一 当箭鱼向前游泳时 强壮有力的尾柄 能产生巨大推动力 长毛般的肠盒起着劈水的作用 坚硬的扇盒能将船底刺穿 如果箭鱼冲向你 可以轻松将你插穿 并且箭鱼耐力出众 主要是它盯上的猎物都能成为它的美食 而且箭鱼的食量很大 但是由于缺乏分歧和排毒系统 这也导致它们体内的拱含量超标 决定了生性好斗的性格 它们经常在海中向船只或潜艇发动攻击 第二名 骑鱼 它们的游动速度可达到每小时110公里 它的体型巨大 一般可以长到2米至5米 体型修长而稍微侧扁 身披细鳞 其嘴部善合有一把锋利的长剑 十分突出 最为明显的特点就是背上有黑色斑点颜色的背棋 而且全部张开时非常高 就像一只船帆一样 所以人们也就形象地称它为骑鱼 虽然骑鱼成年可以达到数米 但是它从卵里出来时却只有几毫米 而且生长速度非常惊人 一两个星期的时间就能长到几厘米 一年甚至可以长到一米长 第一名 印度枪鱼 它们游动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32公里 这速度可以超过猎豹 堪称海水中的瞬间移动 是当之无愧的水中渐降 而且它们最大体长可以长到4米以上 生活的区域深度可达到600多米 身体呈捅侧扁状 因为这种鱼体内脂肪含量高 肉颜色漂亮 因此被人们经常作为自身食用 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我 下期视频更精彩